第30章 老婆不是秀给别人看的身份认同的探索 若林迫不及待想看看老人给他的访客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贵客是谁 他猜想应该也非等闲之辈 他一直来到了台北市最高级的一个住宅区 经过重重检查和通报 最后管家引领若林进入了豪华的会客厅 若林举头一望 四周竟是名家的画作 假 直不飞 主人一出现 若林倒抽了一口气 原来是他 台湾高科技产业赫赫有名的人物 怎么他也和老人交过手 主人优雅地欢迎若林 坐下来的时候 特别问若林是否借 一塌稀学家 若林连忙说不借意 感受到主人的谦和与真诚 老人好吗 好像每个人见面都是这一句话 若林照就礼貌地回答 恩 主人吸着雪茄 你现在的进度是什么呢 再身份认同这一圈了 若林回答 感觉他们好像隶属什么黑帮似的 打招 呼的语言别人可是一点都听不懂的呀 哈哈 每次他都是留这个最后的难题给我 主人开怀地笑着 若林时再很难想象以主人的身份 地位 财富 权势 他会有身份认同的问题 收敛了笑容 主人缓缓地道来 那一年 我的夫人过世了 而我的事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在这个时 后 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 我一直是个非常乐观 坚强的人 但是一连串的打击太大了 我开始怀疑起人生的目的 还有自己的价值 主人吐了一口烟圈 又继续他的故事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打败 义无是处 的武士 就在这个时候 老人出现了 他让我看见 我的事业 家庭 成就 都不 是真正的我 而我却如此地认同于他们 认为我拥有他们 可是老天爷可以在 一瞬之间 把他们席卷一空 他摇摇头 继续说道 我们这个小我 不择手段地去认同各种各样的事物 好延续他的存活 你看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些小孩子会为了一张纸打成一团 就是因为他们自我认痛了这张纸是他们的 别人拿走了这张纸 就是对他们字 我的一种打击 不只小孩呢 若林也勇敢地表达他的看法 很多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枪击 命案 就是因为开车的人 认同他们前面的道路是他们的 所以别人抄他的 车就是不给他面子 哈哈 这个说得好 主人由衷地赞美着 让若林有点不好意思了 自从深刻地了解到这一点之后 我开始用不同的心态去应对我的人生 我的 所作所为 不再是喂养我的小我了 而真的是从一个更高 更远的角度来衡量我就 竟想要什么 如此一来 我的事业有了拽机 健康逐渐好转 也找到了一个理想的 人生伴侣 主人这时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很多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不再娶一个年轻飘 亮的太太 对我而言 老婆是和我一起过生活的 不是秀给别人看的 心灵相通罪 重要 比我年轻几十岁的女孩子 哪能懂得我的喜好 心意 心态呢 娶年轻女孩 的人 通常都是希望在女孩身上 满足一些小我的需求 这也是一种无谓的身份认同 若林这时候大胆提出一个问题 那您在和属下相处上 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主人一笑 相当嘉许若林的问题 当然有啦 那些光会吹拍逢迎 没有真正 能力的人 在我的公司 现在无法生存啦 因为我不需要他们来喂养我的一个 让我 自我感觉良好 每当我的属下在为面子 为小我争辩时 我都会清楚地指出他们的 盲点 很快就把问题给处理好了 若林可以想象 其实跟这样一个有觉知的老板工作 可能比那些需要人奉承的 老板更难呢 常常会被老板识破自己小我的轨迹 而且要常常反攻自省 真是不容 亦呢 那么如果要突破这些各种的身份认同 我们必须要建立觉察的能力 若林 想抛砖引玉的多了解主人精辟的看法 没错 觉知是破除身份认同的第一步 要你放下身份认同是很难的 看见 是第一步 先要看到你自己认同于某样东西 也许你没办法立刻放下 但是如果 你能彻底了解到你认同的那些东西 其实不是你 也不是属于你的 你就有可能从这个外境追逐的噩梦中醒来 主人最后看着他 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过程很慢涨 也很难 你要有充分的 决心和毅力 若林告别了主人 心里非常充实地离开了他的豪宅 正要上车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是李建兴 若林犹豫着要不要接 手机响了好几声 又归于宁静 若林其实已经放下对礼 健兴的批判和情绪了 只是一时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正在出神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 若林决定面对难题 若林 最近好吗 我找了你几次都没找到你 呃 最近有点忙 若林没有多说实吗 他是很忙 忙着处理致命有外遇药 离婚的事 够忙了吧 呃 我原以为你怎么了呢 我最近也是很忙 我女儿从美国来看我 李 健兴在那一头解释着 若林心念一动 你女儿 她多大啦 很大了 都十四岁了 我当兵的时候 她妈妈就怀上她了 现在出去人家都 以为她是我小女朋友呢 李健兴有一点尴尬地告诉若林 若林煞时百感交集 又是她的圣态吧 会把李健兴的女儿想成 看成她的女朋友 又 就是要若林去享受 被背叛 被欺骗的感觉 还好这次若林没有上当 喂 喂 你还在吗 听不到若林回话 李健兴在电话那头有点着急了 呃 我还在 刚才讯号有点不好 有空出来吃饭吧 若林这回大方的邀请 她了 好 我女儿后天走 我再call你哦 OK bye 若林自然 开心 舒服地收了线 不仅是因为澄清了误会 更 是因为战胜了自己的圣态 战胜感到骄傲